你們好,我是Uncle Ray 今天和大家見面 希望你會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 給點支持我 請訂閱、讚好或分享給朋友 還有, 記得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 謝謝 不知道大家吃過Flat Iron嗎? 今天我和大家示範的是 如何切Flat Iron 3斤肉 在未開始切3斤肉的時候 如果你們還未訂閱這個頻道 請請你們按一下訂閱仔 如果可以的話, 按一下小鈴鐺 又或者留言給我 給個讚我, 都是很好的鼓勵 這樣Uncle Ray 才有原動力 去繼續製作多點節目給大家看 牛肩甲位一般的運動量很大 所以那部份的肌肉是很發達 吃下去會非常硬 除了我今天說的這部份 Flat Iron 3斤肉 它的肉質比較嫩 而且有豐富的牛肉味 3斤肉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在上下都被牛筋包住了 而且有條牛筋在中間穿過 所以要切割它 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 根據資料 在2002年之前 是很難買到3斤肉的 一般這個部份 懂得吃的肉類分割員 都會拿回家自己吃 又或者扔出來做碎牛肉 但是隨著牛肉價的飆升 人們就開始重新發現 原來這份牛肉都非常好吃 價錢也不貴 分割3斤肉 是需要有一定的技巧的 第一部份我們要做的 就是把3斤肉 表面和底的筋膜都要拿走 買了3斤肉回來之後 解開膠袋 倒入血水 然後用廚房紙 抹乾淨牛肉就可以了 記住 夠牛肉是不用洗的 一邊抹乾3斤肉 一邊我會檢查一下 牛筋分佈的位置 說到這裡 我要先戴上頭盔 我不是一個專業的肉食分割員 如果你覺得我分割得不好 請多多包涵 我現在用的這把刀是割肉刀 如果你沒有的話 一般的西柱刀也可以 但是中式的中華大菜刀 就不太合用了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用刀尖 刀穿根膜 然後順勢把根膜分離 另一隻手拉著根膜 然後回刀繼續把根膜分離 這樣的切割方法相對地比較安全 要注意的是 我們不是專業的肉類分割員 在分割的時候 根膜帶點肉 是無可被變的 切完一邊之後 我們反轉牛肉 另一邊繼續切我們的根膜 記住根膜不要丟 到時我會和大家一起 用根膜來做醬汁的 第一部分 將三斤肉的上下根膜都切走 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一起研究這塊肉 我自己把三斤肉分開頭尾兩部分 筋膜在頭的部分又粗又厚 越向尾的部分 中間的筋膜就越細 而油花也比較多 味道也比較濃 整條三斤肉都非常好吃 但是最好吃當然是尾的部分 我現在切開頭的部分給大家看 你看到筋是非常粗非常厚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中間的筋一定要起出來 鏡頭一轉 我們看看三斤肉的尾部份 尾部份的筋肉有多粗 切開之後 你會看到尾部的筋非常柔 煎完之後用來吃 你完全不覺得筋會影響你的口感 第二部分 我們會切出三斤肉中間的筋 當你攤平了三斤肉的時候 你會發現近頭的位置 有一塊肉 下面是一條很粗的筋 你要拿出來的 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看 如果不飛筋的話 筋有多粗 我用虛線跨著的部分 就是那塊肉在下面的筋 你要拿出來 如果不是吃的時候 筋是非常難脆的 我們把三斤肉的底面筋 都拿出來之後 我們開始蒸收了 三斤肉的筋 分佈的位置 可能量有不同 但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在三斤肉的旁邊 可能有些筋位 你整條切出來 不要省了 一定要切走它 在這個時間 會把三斤肉 表面那塊肉仔都切出來 預備功夫就差不多完成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考慮 究竟我們怎樣吃這塊三斤肉 很多廚師 都會中間剖開一塊肉 拿了一塊筋出來 然後切成不同的大小 用來煎來吃 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把三斤肉切開一半 頭部份 就是中間把筋拿出來 把牛肉切開一半 其實是比較容易處理中間的筋 因為牛筋很多時候 不是水平般生的 它可能向斜或向上 所以切的時候 是根據牛筋的角度 來調整的 你切三斤肉 其實很考驗 看到你自己有沒有強迫症 除了主要那條很粗很厚 又很大的牛筋之外 其實旁邊穿很小的牛筋 究竟你怎樣清掉它呢 對於我這些有強迫症的人 我一定要把牛筋拿出來 但是其實 你不切完這些小根 其實都可以的 正常人來說 其實不會很介意這麼小的牛筋 所以如果你沒有強迫症的話 其實我建議你不要管 總之拿了一條大牛筋出來就算了 切完一邊之後 你不要忘記還有另一邊要切 做法也是一樣 三斤肉尾的部分 油花又多 其實筋很少 所以不需要做那麼多 省點工夫 直接切薄片就可以了 切薄一點的話 可以做日式燒烤 又或者韓國燒烤 都非常好吃 我把三斤肉切到1cm 方便快煎 去到近尾的時候 我會橫切開 讓大家看看條筋有多厚 其實條筋真的很少 也很薄 所以我贊成大家 就這樣切片就算了 有些廚師 就會將三斤肉中間切開 拿走些筋之後 就會沿條拿去做燒烤 或者煙燻 大家記不記得 最初切的時候 有一塊小肉 下面有很多筋 現在我挑起筋 以前肉類分割完 就會將部分扔成碎牛 但我自己就會將一塊小肉 沾過來吃 我自己分割一塊三斤肉 但需要半小時左右 如果新手做的話 可能要45分鐘至1小時 你會說 這麼辛苦 去折幾塊肉 不如出去買吧 一般的肉攤 都未必幫你做三斤肉去斤的服務 就算有 價錢一定不便宜 這也是主要原因 為何三斤肉 這麼難在市場上找到 我買這條三斤肉 是做特價的 大約7磅左右 需要50元 7磅的肉 我只是一斤 都切了一磅多 在高式高通脹的環境下 如果你有想請客的話 我會建議你試試三斤肉 Fat Iron 做得這麼辛苦 我一定要做一塊肉 自己吃 會吃一定會吃Fat Iron 最多油花的部分 我駁斥了大約1cm厚度的Fat Iron 灑上少許黑胡椒和鹽 鹽方面我建議大家用海鹽 吃下去會好吃很多 在肉加上鹽和胡椒粉之後 在肉的兩邊加些油上去 快煎牛扒其實沒什麼好說 最重要是鑊夠鹽 燒熱一隻鑊之後 就這樣把牛扒扔下去就可以了 記住 背面我大概煎一分鐘左右 如果你想煎出鑽石格格紋的話 你煎一面大概30秒 然後90度扭轉牛扒 再煎30秒 然後反轉牛扒 重複以上的動作 這麼大隻鑊 這麼小的牛扒 不要浪費火 我將牛扒 以來以去 其實是拿進鑊裡最熱的地方 Fred Iron不用煎太熟了 隨便煎兩煎就可以了 放在這邊完成,可以吃 大家聽聽我滿足的聲音 Fred Iron好吃的地方是 它很軟,也很夠牛肉味 很多食家都說 Fred Iron的柔軟度 僅持於Tenderlawn牛扒 但是Tenderlawn就沒有牛肉味了 Fred Iron的牛肉味 和肉眼扒是不相伯仲的 但它的價錢就值很多 不如大家都試一下吧 Uncle Ray誠意推介的 我是Uncle Ray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食譜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Subscribe,Like 或者Share給朋友 如果你按下鐘仔 你就會收到我最新的影片 多謝大家,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頻道